国内缺药问题持续的延烧 基层药局现在又有一款过敏性鼻炎用药 艾敏式鼻用喷叶悬浮剂短缺 让药师只好以药医药来互相交换 虽然石药署是有公布多款的替代品 但是多数是不符合三酮的开药原则 唯一可开的药品又没有健保给付 这让药师怒批说石药署的公告根本形同打假球 这种的话你用钱买人家也不卖你 所以我正拿开药打免去换了艾敏式 没有了只好自立救济跟其他药师互相交换 有基层药师苦炭缺药问题恶性循环 连治疗过敏的鼻喷剂也严重短缺 日前先是一款内蔬拿鼻喷剂缺货 使得替代药品需求量大增 这一款艾敏式鼻用喷液悬浮剂 现在也跟着短缺 目前刚好也就是季节交替 需求量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大概已经缺了三四个月了 多家基层药局都叫不到货 药师指出针对艾敏式鼻喷剂 食药署有公告可用的替代药品 但多半不符合三同原则 唯一符合的喷剂药品 根本没健保给付 也让部分民众到社区药局领药 空手而归 只好回医院才能领到药 其实我们是无药可以替代 那要怎么如何处理 感觉就是我也讲的 就像是打假球嘛 公告给大家看说有这些可以 那在我们专业来看 其实有时候是蛮可笑的 缺药问题从去年底 收到今年中 如何重整分配机制 解决源头短缺 成为中央的一大课题 记得陈琳琳全建国 探测报道